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孩子应该行李舞 你有这资格吗 你配得上父亲这两个字吗 王某是我的儿子 亲子鉴定书你看过了吧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离婚协议上也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就算亲子鉴定的结果 王某是你刘光耀的 你们刘家人也不得和他见面 我承认 可事实上我们跟孩子见面了 也交往过 我觉得离婚协议书上的协议 也是可以修改的 耍赖是吧 耍赖谁不会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再也别想见到妈妈了 见不见得了孩子不是你说了算 那是法律说了算 你早干吗去了 早干吗去了 现在认也不晚 任何时间认 也轮不到你当孩子的爸爸 还姓包呢 你凭什么 就凭我是孩子的妈 我有权利让我儿子信我现在丈夫的信 余小强啊 你怎么可以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啊 退一万步说吧 哪怕孩子跟着你信余我都认了 你们爱认不认 我只知道我生毛毛 我们娘俩面临生死的时候 你们在哪儿 冷酷无情 请问你们现在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指手画脚的 小强啊 孩子都两岁多了 你还不让他认亲生父亲 你要瞒他到什么时候 我从来都没打算瞒我儿子 不然我不会去做亲子鉴定 孩子长大了自然会知道他的亲生父亲是谁 这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们现在要夺走毛毛的抚养权 那是不可能的 我也绝不会答应 那还谈什么 那根本没什么好协商的嘛 一点点余地都没有了嘛 谁要和你们协商啊 如果你们不撤诉 这官司就一直打下去 狠命的 直到你们败诉为止 打就打 我就不相信打不赢你 打打打打 我们愿意奉陪到底 你们被孩子想过吗 等他长大了 知道你们挑起他就长官司 他会原谅你们吗 小强啊 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 你们的条件 带的好孩子吗 把孩子交给我们 我一定给他最好的条件 最好的环境来培养他 这才是对毛毛好啊 再好的条件 再优越的环境 也不如孩子跟着自己的亲妈好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这一点你应该心知肚明 好啊 于小强 还真是我说一句 你顶一句啊 你眼里 还有我这个长辈吗 没有 你们要夺走我的孩子 我当妈的眼里 现在谁也没有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 夺走我的孩子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怎么叫任何人 你是孩子的母亲 我是孩子的父亲 我他是孩子的父亲 咱们讲话 讲点科学好不好 遗传基因里有你的吗 等毛毛长大了 就一定会有我现在丈夫的遗传基因 不信我们可以走着脚 周律师也是 我叫他不要协商直接上法庭 他不听非要协商 结果什么不成了吵架了 最后还不是就裁定了 择日开庭 哎 法律程序嘛 他们也得走个过程 你看那个包家明有多嚣张啊 在饭店对我好全是装出来的 那您说小强呢 一点面子都不给咱们呀 被离了婚的女人真可怕 可你别说呀 小强说的有一点还是有道理的 嗯 你说孩子将来长大了 会不会为了我们打官司的这件事情 他冤我们呢 我跟您讲 这官司打赢了才是硬道理 您说那话对 咱们可以给他最好的成长环境 真等孩子长大了 我觉得他会感激咱们的 那万一又打输了呢 妈 你们回来了 哎 哎 太好了 正好嘞 妈 老刘 我们看看这个 喜欢哪个 这是什么 我今天呀 去了一趟福利院 我看这几个孩子不错 你们一起来看看哪个好 等等等等 雷C 你想干什么呀 我是这样想的 既然 我暂时生不出孩子 不如我们先领养一个吧 你们看看喜欢哪个 哎呀 兰芯哪 你是想气死我是不是 妈 我是想给您抱个孙子 我怎么会想气您呢 你一开始就糊弄我 你能生双胞胎 你现在一个都生不出来 我也不要求你 我已经有孙子了 你就别添乱子了行不 妈 您别嫌我说话直啊 那孙子您要的回来吗 我看够呛 当然也怪我 过门这么长时间了 也没给刘家添个孙子 所以我就想啊 不如暂时先领养一个 一 能证明我是个好妈妈 二 这孩子一进门 就能管老刘叫爸爸 省得天天听着老婆 不会闹心 第一 我不需要你证明 你是不是个好妈妈 第二 毛毛总有一天 会喊我儿子爸爸的 来 谢谢 你真的去过福利院吗 骗他们的 那些照片都是网上当的 我就是气不过 我想看看他们什么态度 那结果呢 当吵翻脸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他们想要回孩子 主观愿望并没有错 你说你 你要是能大度一点 把毛毛当成你自己的孩子 那说不定你老公跟你婆婆 能对你另眼相看呢 怎么可能啊 我算是明白了 在他们这个家里啊 生不出孩子 就永远没有地位 做他们家媳妇真倒霉 那这样吧 再去找余小强试试看 找他干嘛 让他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天方夜谭嘛 谁让你去出这个了 你不是跟我说余小强 现在是他们妇产医院的 什么什么主管吗 我听说啊 他们那有国外一流的妇产科医生 说不定刘安花明呢 我不去 你为什么呀 那金胜手不也是余小强 介绍给你的吗 我都怀疑他是不是不怀好意 想在全世界人面前宣布一下 我生不出孩子 他生得出来 故意出我的丑 别把别人想得那么坏 按你这么说法 那余小强是为了看你的笑话 把金胜手介绍给你 那万一金胜手把你给看好了呢 他不就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怎么会呀 正合他意 我要是生出孩子来了 老刘就不合他 争夺毛络的抚养权了 这不也正合了你的心意 给我看这个干吗呀 我昨天去了这个地方 那儿的房子挺好的 看房子干吗呀 妈呀 我们俩要买房 我要给你们娘俩买房子 我是这么想的 咱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明年就到期了 我怕到时候房东会乱涨价 咱们得提前做个准备 而且毛毛也越来越大了 这地方住得有点局促 况且他以后还要上幼儿园 上小学 上中学 教育环境很重要嘛 你看 他这周围都是名校 这是一个学区法案 我不是一时冲动啊 我做这个决定 我是高瞻远瞩 深谋远虑 一切都是为了毛毛的未来着想 你有钱吗 我没有 那你是在给我画饼充饥呢 怎么这么说话呢 难道你还有私房钱 我要是有钱 我恨不得全给你 我哪来的私房钱啊 那我们怎么会有钱买房子啊 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你问你爸借钱 你干嘛呀 我不就问我爸借钱吗 我又不是去卖肾 你别说卖肾 说得我心里好难受 那也是啊 为了你的幸福着想 我也不能卖肾啊 是吧 你滚 你是怎么想的呀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买房啊 老刘和高红不一直说 他们能够给毛毛提供 优越的成长环境吗 我就是想让他们明白 他们能做到的 我包教命一样能做到 老公 你为什么这么好 但是我不会让你 问你爸借钱的 我觉得我们家现在 特别好 我们家角落那灰尘里 都是有温度的 将来住进这大房子里 说不定还不温暖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 就靠自己的能力挣钱 我跟着你 我叫 鲍鱼氏 我们的儿子叫鲍鱼 就是你有一天要饭 我们俩也给你去要饭 我也绝不会让你去做 这样的事情 当年你离家出走 都不肯问家里借一分钱 现在为了我们 还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也绝不会让你去做 这样的事情 怎么在外面呀 继续坐吧 不用了 你答应见我 我已经很感激了 你能主动来找我 一定不是什么小事吧 是这样的 前两天 我喝多了 是抱家明把我送回去的 喝了那么多酒 也不知道有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我想请你帮我转达 对他的歉意和谢意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家明回家都告诉我了 你不是专门为这件事情来找我的吧 我是专程来谢谢你的 谢谢你不计前嫌 给我介绍了精神手金医生 非常感谢 看的情况怎么样 金医生怎么说 基本判死刑了 真的吗 这个忙我也没能帮上 是我自己运气不好 可是 我还是不甘心 今天 我是想来求你 好人做到底 我听说你们医院有很多专家 还有许多外国专家 能帮我介绍一下吗 好 帮我想一想吧 我联系好了给你打电话 谢谢 大清小姐 大清小姐 我不能保证 你一定可以怀孕 但是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我希望你能配合 我一定配合 你首先 要停掉所有中药跟需要 在住试管医院之前 你要做个净亏的治疗 前期的检查费用 会比较昂贵 你能接受吗 大夫我接受 多贵我都接受 语酒馆 送你去他的亲属 是吗 他真的说 我是他的亲属 难道不是吗 他的前夫 是我现在的丈夫 不知道 这算不算亲属 很奇怪是吧 没有 只是有点意外 当初 他离婚多多少少 都有我的原因在里面 这点我不避讳 你看放心 我是医生 我有基业道德 也不会影响我对你的产断 应该治疗 我还不会过问你的时尚活的 我可以了 不必每次都这么问吧 不必每次都这么问吧 你看 我虽然跟你一样用筷子 何必跟我一样呢 你用刀叉不挺好的吗 我怕你笑话我吗 哎 我能不能跟你说说话 中国有句老话叫 食不言你听说过吗 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 我小的时候吃饭说话 咕咚 就把一个柜员给咽下去了 哎 我小的时候 也咽下过一个玻璃珠子啊 后来呢 开刀了 第二天早晨 上微信件就没事 哎 但是如果你还是介意的话 我可以听出哪句老话 我吃不下了 你慢慢吃 哎 那好 我可以跟你讲话了 你吃完再跟我说吧 我也没那么着急 我不能耽误你熟悉的席见嘛 嗯 那你说吧 南星小姐的丈夫 就是哪天跟你吵架的人吧 你怎么也这么八卦呀 是他跟我说的 他说你们离婚 多想跟他有点关系 他这样对你 你还帮他 我真佩服你 他怎么会跟你说这些啊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嘛 一个女人特别渴望 有自己的孩子 这种心情我也是能理解的 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就麻烦你都为他 废个心吧 看来 看来 除了快乐真漂亮 真有气急 真善囊以外 还有加上一句 你真大气 五十岁以上的女人可以这么夸她 今天晚上开始跟我学英语 那件事情我已经想过了 我觉得我还是自学比较好 你想反馈啊 来不及了 我已经跟院长汇报 他还记起我的想法 所以现在解释工作 不许试试 天哪 整了这么大动静 那好吧 今天开始 好 这小强姐现在天天晚上都要学英文 一三五 你英文不是挺好的吗 我记得过了六级了 他那老师是六十级的 人家是ABC 英语是母语 我能跟人家比吗 我还以为开外挂了呢 老师男的女的 男的啊 男的 那你不担心啊 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有什么可担心的 现在全世界最流行 师生恋 你们家余小强 长得那么有魅力 是吧 这两个人天天在一块 日久深情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这没个火花还有个火星呢 喂 你是认真的吗 我当然是认真的 你 就应该给那男的点颜色看看 让他知道你的存在 那不是显得我很小气吗 哼 你现在窝在这儿你就大气了 也不看看你自个儿 他今天魂不守着 一把都没赢过 哎呀 哎我又进球了 你是在污辱你的对手 我甚至不污 太没意思了 不玩了不玩了 回去 那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弗兰克 你该叫我老师了 你已经上课了吗 弗兰克老师 以后真的不用再送我回家了 哎 我也是顺路 举手机牢嘛 嗯 还是挺麻烦的 以后真的不用再送我回家了 你别跟我客气 你都叫我老师嘛 没事 好 好 好 to be with you what it's nice to be with you okay 你是听不到还是听不懂啊 i don't know 没关系 我可以翻译给你听 课外的东西就不用给我翻译了 这句话 我还是想翻译给你听 up 好 指先 Ved从 我不能给你有男后 Infob Jill 这出锅 ׁ 你的帐篷 你说到底是谁 把你弄得一头雾水的 哦不对不对不对 是两头雾水 你一头 Frank一头 你说人家跟你无怨无仇的 干嘛要搞你们两头雾水呢 哦 肯定是你们在玩火 玩得萤火上身了 所以那名消防员 要给你们灭灭火 你是不是脑袋净水了 刚才明明是 你们两个脑袋净水 告诉你 包家里 我要给你讲一个道理 你还给我讲道理 什么道理啊 如果你想 让我 这样子 我就一定要 那样子 这什么道理啊 就是这个道理 吕晓强 你想给我讲道理 你能不能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啊 我说不清楚 但是我想说什么 你心里明白了 我睡觉去了 你给我回来 坐这儿 不 我数三 一 二 刚烈盆水是我教的 我就是那一名消防员 我这么做是为了让 让Frank明白一个道理 他越是想那样子 我就偏向他这样子 这个道理我讲得比你明白 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清楚 我相信Frank会更清楚 我要睡觉去了 你今天晚上跟我睡吗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动物的牙齿是黑色的 我告诉你 那只动物叫Frank 来 跟爸爸妈妈再见 来 跟爸爸妈妈再见 来 跟爸爸妈妈说再见 爸爸妈妈再见 再见 妈妈再见 爸爸妈妈再见 乖孩子 再见 再见 跟爸爸妈妈飞一个好不好 来 飞一个 会不会飞 一 二 好了 行了 快上班去吧 吃早了 你自己也小心点啊 爸 爸 你多照自己啊 放心吧 好了 拜拜 拜拜 好了 好了 再见啊 我关了 我关了 再见 再见 我走了啊 我跟你说一件事 我这两天想去向崇敏 把毛毛给接回来 毛毛现在在我爸那儿挺好的嘛 小管回家相亲去了 你一个人带我还不放心呢 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 特别的寂寞 特别的孤单 毛毛接回来呢 我白天可以陪着他玩 晚上呢我就抱着他 去单位等你 是吧 你想象一个那个画面啊 你挑灯夜读 爸爸抱着孩子等妈妈下课 多感动啊 我总不能什么事都不干吧 你还想干什么呀你 昨天晚上浇我们一头水还不够吗 你这我们说的好顺口啊 那是不是我包家名城举个外人了 你怎么那么不信任我呢你 我烦死了我走 It's nice to be with you 这是昨天那个Franc跟你说的英语 你要我解释给你听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吗 你爱解释不解释我走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你的老公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吃什么醋你啊 吃我的醋你啊 好男人都爱吃醋 那晚上给你滴了两瓶醋回来 你走啊 你不是急着走吗 你走啊 你不是急着走吗 你这个样子我走得了吗 于晓江同志 请你好好工作 认真学习 晚上上课的时候 请你把你的结婚戒指带好 不要拿下来 好好的啊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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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请进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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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得正好 我有东西给你的 你坐坐坐坐 来 来 这些都是我替你做的一些 单纸跟典具的卡 你回去 贴在家里 随时看随时念 就会帮助你记忆的 谢谢啊 谢谢啊 想得真周到 继续也说英语 一定要多练 好好的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张对不起 你没有感冒吧 感冒倒是没有 我 能跟你一起享受流星雨 是我的幸运 可我也过敏了 过敏 皮肤过敏 昨天哪些不是什么水来的 一定是脏水 脏水 不会 你怎么知道 倒水的人能找到 那倒没有 只是我想 我们那个楼里的人 肯定不会泼脏水的 不知道为什么 昨天回家 怎么洗都没用 全身总是痒痒的 可是我怎么没事啊 我这个人有洁癖 总觉得哪些水不干净 我知道了 因为你从国外刚回来 可能会有点水土不服 也有可能是心理作用 也许吧 但是 这难受 你皮肌过敏 打打喷嚏就好 我姐痒痒的 怎么疗也不行 实在不行 你喷点香水吧 喷香水为什么 你浑身香喷喷的 可能就会忘记 那是不是脏水了 那不行 我宁可记忆过敏 也不能让你再过敏 也不能让你再过敏 你不知道 加密一盆水 攻击一下就浇我俩头了 直接就给我浇成汉间头了 你真的 我都无女了 我既不敢告诉弗兰克 叫我们俩的那个人是谁 我也不敢跟加密吵 我得照顾他的情绪 毕竟一个男人送自己的老婆回家 还做那样的动作 说那样的话 他心里肯定不好受 他长得什么样 帅吗 让我见一下好吗 一会他就会来吃饭的 介绍我们认识一下吧 我帮你解围 去你的 别烦人了 就当是给我介绍男朋友还不行吗 那我对得起小熊吗 那你还有包家明了呢 也没有叫停别人对你的追求啊 所以我现在感觉压力特别大 你快吃饭啊 我不吃 我怕呀 把那个菜叶子弄在牙齿上面 待会儿捐到帅哥 那样太不礼貌了 不好意思 哪有意识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弗兰克 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 嗨 你好 我是于小强的女朋友 我叫芳芳 很高兴和你认识 你好 你好 要不要过来跟我们一块吃饭啊 不 我来是提醒育总管 明天晚上别忘了上课 好的 还有 我光明好了 怎么好的 我喷香水 你放心 不是那个滚浓水 你们慢慢 这 哇 他真的好帅 我跟你说啊 小强 他比那个刘光耀要亲切 比包佳明的要成熟 他是属于那种典型的完美熟男 你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吗 我跟你说啊 余小强 我好妒忌你的 你说你凭什么来 你凭什么能那么招男人啊 这 你笑点声 行不行 哦 我哪知道呀 自从我离婚之后 我的桃花就特别忘 哎 我问你啊 你肯定没有跟这个弗兰克说 你已经结婚了 我跟他说我已经离婚了 哎 那你为什么不再加上一句 你又再婚了呢 谁没事干纠缠自己的隐私呢 那天是刘光耀过来了 被他看见了 我才说这是我的前夫 正确的说法是 介绍完前任 再加上一句 我又再婚了 这样才对 哎呀 我们俩只是工作关系 我跟他又没那么熟 我干嘛跟人家说啊 我离婚了 我又再婚了 你是不是特别享受 他对你的追求啊 嗯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是 还老说男人花心 要我说呀 女人更花心 女人的花心呢 是藏在花锐里的 不容易被人家轻易发现而已 不是被你发现了吗 我告诉你 过来过来 我是双鱼座 喜欢幻想 愿意享受那种浪漫的感觉 要这样好像不太好 知道就好 我已经离过一次婚了 而且我现在的家庭这么幸福 我真的是太不满足了 嗯 我一定要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我绝对不能让我老公再吃醋了 我要约上佳明 约上弗兰可 我们三个人一起吃一顿饭 我要告诉佳明 我们俩这是同事关系 然后告诉弗兰可 我已经结婚了 你觉得这样行吗 我觉得可以啊 但是我们三个在一起吃饭 会不会很尴尬啊 尴尬这个饭也要吃的 我告诉你啊 余小姐 刚才我已经从这个 弗兰可的眼睛里面看出来了 她已经爱上你了 满眼的都是爱情爱情爱情 怎么整天像打了鸡血一样 吃饭吧 没胃口 浪费粮食就是犯罪 那你就吃了吧 不好意思啊 又来打扰你 坐吧 怎么样 弗兰可给你看得还行吧 谢谢你给我介绍了 弗兰可这么好的医生 虽然她没有保证能够治愈 可至少给我希望了 那也是个好消息 而且我要感谢你 关照弗兰可说我是你的亲属 偷掏报李 我要帮你 帮我 我觉得 你应该找老太太谈一次 我发现自从那次 停前调解之后 她对打官司 没有以前那么坚持了 打官司我肯定赢 坚持也没用 那你干嘛不趁热打铁 劝老太太放弃这官司呢 这样对你是有利的呀 而且我们都知道 老刘是个孝子 如果老太太同意放弃了 我想这个官司 她也不会坚持打罢 你为什么要帮我呢 说白了 我也是在帮我自己 我不想当后妈 明白了 明天是周末 我会把老刘约出去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FILL IN F-I-L-L FILL IN ADRESS A-D-D-R-E-S-S 余小强 你还睡不睡了 哎呀 瞎瞎瞎瞎瞎 别吵了 翻词了 你非要在睡觉的时候 背单词吗 老师说了 每天晚上这单词 都要记一遍的 那你是记单词呢 还是记老师呢 这卡片是老师写的吧 对 我告诉你 余小强 以后这些卡片 你不许带进卧室 更不许带到床上来 我也是为工作 才学英语的嘛 你别老这么 英语剧洋语剧的 你要是反对你就明说 好 我明说 他要是正儿八经教你英语 我不反对 但他要是有别的想法 没门 人家会有什么想法 怎么不会有别的想法呀 我要是他的话 我也会对你有想法 你看你这么优秀啊 这么端庄 大方 有气质 有想法很正常吗 你别胡思乱想了 我也想好了 哪天我们俩一起约弗兰格吃顿饭 你就放心了 对吧 那你是要正式地 向这个弗兰克介绍你老公 你本来就是我老公啊 什么叫我本来就是你老公啊 那我还是你什么呀 你还是我孩子他爹 我真正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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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想的 这两句儿童英语学得不错吗 行吧 你老公跟弗兰克学吧 我还有件事没跟你说呢 蓝星今天找过我了 他说我婆婆 阿虹 对打官司 有点打退堂鼓的意思了 所以他想让我找他去谈一次 你怎么想的 我想找他谈一次 因为我不想打官司 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去 你当然要去了 为什么呀 打官司对毛毛不好 你再这么好 因为我是你男人 你的生命 你的爱 你的所有 你说英语 我的鸡皮疙瘩不要吵 你说得最好 特别好 真的 我不是Franc 我说你说得好 我已经说你说得好了吗 Franc是ABC 我是 我破墨 二十月月的年纪 你不保持人 我太过分了 遍心在他 我最好 你是否会在意 我孤单的美丽 岁月慢慢老去 是否还来得及 说一生在一起 真的不容易 爱情的故事 我悲夜游戏 只要有你陪我在这里 生活再继续 难免有风雨 幸福就是相伴走下去 爱到你 我们不会再忧逸 在一起 永远不要再分离 爱到你 我以后在哪里 为了幸福 我们爱到你 我们爱到你 我们不会再忧逸 在一起 永远不会再分离 爱到你 永远不会再分离 我以后在哪里 我以后在哪里 爱到你 为了幸福 我们爱到你 为了幸福 我们爱到你 永远不会再分离 爱到你 永远不会再分离